多謝各位 我們剛剛跟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和他幾位高層的管理人員 談了兩個小時九個字下 那個會是延長了的下 我們提出我們六點很具體的一些要求 我們多番要求 處長是就五月十號一些武力羞辱記者要求他致歉 處長是去到大概應該聊了一個小時45分鐘左右 他就有提到就是說就那晚一些記者的採訪 如果他們感覺到屈辱或者冒犯 他個人是致歉的 另外就是就五月十號 但是他就五月十號都是不斷地講返不理想 整個會我想講了十次不理想 沒有很具體講到一些很實在的東西 實際上也是公開講返那些 只是提到就是說他們會調查五月十號 也都歡迎我們將一些資料給他 就是我們一些很具體實在的要求 我們要求是一個很實在的確切的承諾 警隊前線不做一些包括阻止 要求就是停止拍攝 直接噴一些胡椒噴霧 語言的一些羞辱 要求在一些錄影的情況之下讀出個名 還有機構 處長是他們是沒有做到一些很確實切實的一些承諾 這裏來講我們是失望的 我們是失望的 但是整個會 當然他自己也好管理層也好 我們都認為大家是討論得很坦白的 他們都有提到他們 執行的行動的時候遇到的一些困難 包括便別記者的一些問題 我們講得很清楚 記者不應該被視為一個 是造成他們覺得安全受到威脅的 如果有任何人包括記者 其實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情 他們就要執法 不可以是當記者是一個威脅 甚至是一個敵人 我們前線記者的行家裡面 很感覺到是警隊是有一些系統性的 覺得記者是一個敵人 處長是否認的 他說沒有這個情況 也不是這樣 我們希望下去的確是真的這樣 但是就我們一些具體要求他們 即時不要做的事 他是在會路做不到一些很明確的一個承諾的行動 我們希望沒有裝潮 在會上面 我們 是很好 在會上面 其實我們都作出一個很坦誠的交流 對於處長他在5月10日 他叫我們多次強調之後 才再作出一個道歉 我是感到失望的 我們亦都有問過 為何這個會議 是不公開了給所有的其他的電會去查 他就說將會再聯絡他們 我也希望下一次會議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一個坦誠交流的情況底下 可以在一些深入的討論 真是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我補錯一點 我補錯一點先 在一些協作 在一些傳媒聯絡隊那裏 他們承諾到會加多一些人手 傳媒聯絡隊 希望可以發揮多一些溝通的功能 另外就是下去 會跟多一些前線的 台風記者多一些溝通 處長是有提到 他認為一些識別的安排是有好處的 他認為是有好處的 但是很強調就是不是在說一些法證的東西 不是在說一些法證 這個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就是現在前線記者其實 已經很清楚識別他們的一些身份 而也不應該將記者識別的一個問題 就是連繫到就是說 他們對記者用一些非法武力 言語羞辱的一些問題 混在一起 不應該是因為現場科記者 就可以使用一些非法的武力 就可以這樣羞辱記者的 在這個問題那裏是沒有再很詳細談的 他很強調說 他說是沒有前設 沒有前設的 就是在這個問題那裏 你怎麼給你 主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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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更好的交易報告 在場地上的問題 警方有一個傾向 警方說有一個識別的安排 但就說不是一個記者證的制度 然後也說是他沒有前設 即是說他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 但傾向是清楚 我們的立場也很清楚 我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現在問題所在 記者識別 最清楚就是他們是不是在做記者的事 前線警員應該不應該有困難 他們是專業的部隊 是不是在做犯法的事 沒有理由他們不清楚 在這個問題那裡 我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空間再討論下去 但是現在我們希望是集中了一些很迫切的問題 是對記者暴力的一些問題 羞辱的問題 他不是給一個很清楚拍了心口的承諾 一定不會的了 都是很小心 很謹慎 當然也說回 記者應該有自由拍攝 那類的說法 那其實也沒有進步 答案 很實際 或者給了什麼更多真正的東西給你 如果就是很實際 很實在的東西 就不可以說他 我想他不是承諾了很多 只能夠說 我們覺得這個討論都是坦誠的 他們都說得很坦白的 我們也都 其實我們兩個會也都說得很坦白的 很多一些的問題 已經不能夠那麼的繼續下去了 我們也都很希望就是 談了一次之後呢 是實實在在 在現場採訪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真的 不是改善的 是真的 是一些明顯一點的改變 明顯的改變 幾個會我們未那麼快可以想到下報些甚麼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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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明白前線出了一些什麼的問題 我們覺得是一些系統的問題 是一些文化的問題 行為心態的問題 這裡他的看法不是相同的 他會覺得仍然是 可能是一些 在執行起來 行動上來的一些問題 我們看一些深層的問題 管理層一定要做一些很實實在座的事 包括我們希望他們公開道歉 實際上是一種承擔責任 承擔責任承認出了一些很大的問題 如果他只是道歉 覺得足不足夠 我們可以繼續衝醒他 檢查一下 之前說沒有恐怖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要求其實都已經很清楚 那些警暴 我們都講得很具體的了 胡椒噴霧 大光燈 對鏡頭獨出名 就是這一類這樣的暴力的東西 那下去 那 真的要看現場裡面 他們是不是真的可以 他管理層可以督促到前線 在地面指揮執行的一些人士 這個其實如果他做不到的話 應該由他回答吧